。 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这道药扇叫杭菊褶洞, 它的材料有甘蔗汁一瓶 菊花干约三公克 它的配料是冰糖少许 吉利丁少许 洋菜粉以及细糖各少许 现在您所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准备的材料 这个就是甘蔗汁 这个是菊花干跟冰糖 这个就是吉利丁洋菜粉跟细砂糖 接着就为您介绍这道药膳的做法 首先把锅至里面加水约八分满 然后将冰糖放入水中 接着再把吉利丁 洋菜粉以及细糖跟菊花干一起加入水中 均匀地搅拌开来 最后再把甘蔗汁倒到锅中搅拌均匀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边下配料要边搅拌 免得洋菜会凝固了 翻到配料全部溶解之后 再将调好的汁倒在容器里面 等待它冷却之后 就可以帮它切成我们所想要的形状 放在盘子上就可以上桌了 这是一道相当适合夏天吃的药膳 干蔗本身有瓶干健胃 生经止渴 致吐谢的功能 而菊花有退热、解毒、降血压、明目去寒的功效 在炎炎的夏日吃这道药材 可以预防肠胃的不适 炎炎炎炎炎 炎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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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